总共,我们有国民党籍,包括本民在内,有五位,民进党有两位,还有亲民党,没有亲民党是台联的一位,亲民党我们应该领额给他,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所以就没有跟着我们来访问。 所以,这样看起来,大家可以感受到,跟我们纽约地区一样,不分党派,不分党派,而且访问期间,大家所展示的各种团结的情况,也令人感动,大家团结一致,为着国家来努力奉献,所以在这个机会向大家报告一下, 也对你们的地区,大家也不分党派的,来欢迎我们,来欢念我们,我特别在此,向大家再度表示感谢之意。 那么,此行,我是去参加,这个中美洲,西加勒比海盆地的国会议长的一个论坛。 这个组组组织是在20年前来组成,原来只有6个国家,现在已经扩展到9个国家。 我也是在1999年,刚当选院长的时候,就被邀请,能够参与这个日理堂。 那我的思论呢,只能够是观察员,那现在观察员已经扩展到,连北非的这个摩洛哥,还有南美的智利,还有中美洲议会,这是整个中美洲地区组成的一个议会呢, 他也都成为观察员,所以这个组织越来越扩大,而呢,他所做的各项决议呢,大叔都能够由议长们回到自己的国内,去推动立法的工作。 所以这个论坛的各种效能,是蛮大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那么此行呢,也承门,我们的友邦,就是尼加拉瓜,他的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能够来接近我们。 特别是总统,欧迪卡先生,他不但跟本人单独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一个私下会谈, 还呢,公开的跟本人召开记者会,又谈了五十分钟。 那么呢,可见尼国对我们的一个这个敬重,那呢,所谈的范围,也是包括两国之间的合作, 还有两国之间邦誼的增进的问题,还有他们怎样来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 能够在国际的组织上,能够有加入的这个机会。 甚至于,对于国际间的各种情绪,我们的孙子的交换意见。 所以,这也显示出,两国尊正邦誼是非常稳固。 而且呢,这个各种情绪都一直在提升当中,这也是特别向大家报告的。 那么,大家都是很多来自这个台湾,像我们杨社长,杨社长,那本来在台北,那现在也到这里来主持,这个我们要瞧见最大的一个报纸, 我刚才跟他讲是最赚钱的一个报纸,其他报纸,这个联日报连在台湾,那么困难经营的地区,现在他也都在赚钱。 那世界之报,那更赚钱了,我都非常恭喜他。 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劳主政,他是我的老同事,他的老同事,他在立法院是办了五年进去。 他还是经历了八论是不是,八论的立法院,我十二论他八论,然后呢,这个第八论的时候,单任,不能搭档,那我们一位是院长,一位是副院长,长期以来,各方面都支持我,帮助我。 而他现在,不但是总统主政,而且是我们以前古正刚先生,他们所组成的,那个,就是自由民主联盟,这个他现在是世界的主席,那现在,因为曾永泉先生,原来是亚洲的主席,但是现在他当任国民党的这个秘司长,所以他不必再坚持, 所以连亚洲的这个主席,也是他自己以后,一个人来坚持,所以今天呢,他能够到纽约来,拜访各位,同时,我知道他马上要到尼加拿华去,那要去成立一个分会,那那个分会的主席呢,是邀请一位,这个大学的校长,而这个校长呢,是在中美洲地区最受敬重的,而且一言九点的一位校长, 所以,我们不但欢迎他,而且呢,要祝福他,此行呢,到尼加拿华,一切设立这个分会,会非常的圆满,顺利成功,将自由民主人间的体验,能够在中美洲地区,把它奠定基础,同时未来能够挖扬光大,我想他的责任,真的很重大,我们祝福他了。 好,在这里,我来天赋会员,也是我的老同事,我都不说了,另外一位呢,我刚才在车上才听我们的张大使说,一位台籍的大佬,叫做纯龙公,不是,那是我同学,他什么时候是大佬。 前一段时间还在这个台湾的高点上 我们在碰面 我还没有跟你了解这一段 那么他是从初中高中都是我的同学 都是在谈恋中同学 从穿短裤到穿长裤都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是这么样一层宿泊的关系 我知道他兄弟在这里 有获得很好的发展 我们就非常感到高兴和心愿 那么我们今天桥界的联系我们 大家都是关买台湾 那台湾经由多次的一个灾难的发生 可能大家都是心有起起焉 对于我们泥难的这些同胞 我们都感到不舍 而且感到哀伤 但是全国的同胞 大家不但关注 而且包括海外的所有的侨胞们 大家一样关心 而且永远的捐出 所以像高雄的七报 一下子捐到现在已经累积到 三十数亿左右台币 事实上都已经远远超过 那么需要补偿或者是重建的各种金位 事实上重建的金位是中央跟高雄市政府的 就是地方政府已经都学调好了 那这些全是没有问题 那怎样来向这些出事的厂商 来要求赔偿或者是补偿 这个荒难现在也是各界都在表示一件 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早日的能够 那个请求赔偿 是或赔也好或带位求偿也好 现在还有定案 但是一定会做出最好的一个角色出来 那我们当然台湾也是地处于一个 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温室 这个气体那所造成的灾害 还有环保也是一个灾难地区等等 但是我想政府一定有非常好的决策 那么好的政策 但是立法会可以配合 我们尽量来降低 这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各种灾害 所以我们在立法上也会很谨慎 那在金位上 我们一定会支持政府所编列的预算 那么来降低我们各种灾害 或者是进行必要的救灾 或者是重建的工作 这一点呢 过去有些灾害花生的时候 乔帮们 大家荣誉的坚书 我特别代表全国人民 向大家这么爱心 这么关心台湾 这么为台湾来付出的这个心意 来表达最高的敬意和誓意 那么今天 又成为大家 永烈的来出席这个禅会 我想大家所最关注的 也是台湾的发展 两岸的和平 我们都不用谈了 现在最起码 两岸已经带来 本好的交流合作 也带来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我想这是大家最乐意看到的 至于两岸之间各种学义的一个签署 这是必然需要的 但只要签署 让两岸都共创双赢的 保障台湾安全 那能够让台湾更为繁荣厚实的 我想这是我们地方 愿所有委员共同 不分党派要来把关 要来监督 要来做最后一个讨论的一个结果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以赴 那么虽然目前台湾也是纷纷扰扰 但是我想这个一个阶段 应该也会有过去的一天 我想大家也关注这么多学义的签署 那究竟未来怎么办 我想时间一大 应该就会出现一些解决的方案出来 这一点也请大家能够放心 我想在此我也特别期待 我们朝委大家共体时间 共同理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各类解决方案出来 我想就是台湾今天是一个民主政治 可贵的地方 所以本人在立法院主持各种学商 我都是稳着第一尊重 尊重每一个政党 尊重每一个委员 第二呢包容 包容每个政党每个委员 他们不同的意见 他们的各种论点 不同的声音 第三呢 一个是接纳 接纳好的意见 那呢共同来做出最好的决策 来立出最好的法律 这样子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更为完同夸张 国家安全更为获得保障 我想这一点呢 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立场跟作为 这一点也向大家报导一下 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浑浑浪浪的事情是难免 立法院是一个政治的场合 是一个最高敏感 也是第一线的一个 不同政党这些角力的一个场合 所以有些冲突对立 这是难免 但是慢慢的精油 大家富有民主的素养 那呢 怎样来福音 这个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 这样一个这个程序观做法 那呢共同来处理 国家的各种事物 我想呢 这是大家应有的一个素养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立法院应该所有事情 会慢慢的获得顺利的解决 在此我还特别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立法院的这个立法成果是相当不错 换句话讲 也是立法效率相当的好 那呢 不像外界所提的 好像说立法院经常在空转 在冲突 在呢 这个霸占主席台等等 我想我特别向大家报告 霸占主席台情势 是因为有些法院极具政治的敏感性 所以呢 政党之间对这个案子 立场相当的对立 造成冲突 那呢 一方不让另外一方 一方能够让他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 一定是造成这个抗议杯葛 这一方面的一个 各方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所以才会呢 有这么多冲突的场面 但是现在冲突的场面 大家看到 一渐渐减少 所以很久以来 大家也没有看到 我们在打架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慢慢解决 那我们的立法成果 也是一直在提升 我将我们立法成果 向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做一个财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